我马上很快就讲一个话题 两会开完之后 大家有很多回忆 究竟两会时间 国内外的传媒 报道了什么呢? 舆论、媒体的关注又是什么呢? 看一幅图就完成了 全国两会受到世界各地的媒体和舆论 高度关注 有什么字眼呢? 关键的搜查词 我们可以看到 举个例子 新质生产力 高质量发展 深化改革 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还有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还有外资准入 大国外交 高质量发展等等 世界发展环境友好 世界和平 全球安全倡议 可持续发展 同舟共济 人工智能 共建一带一路 这些就是关键的搜查词 关于在两会期间出现 事实上 看完这幅图 看完这些字眼 大概可以知道 在两会 即是人大和政协 两会期间 究竟中国 如何和大家 讲述 中国现在的发展 方向是如何呢 实际上 2024年实现 十四五 规划的目标 非常关键一年 在国际上 因为今年是全球大选年 当然最重要的是 美国11月份的总统选举 带来的政治环境变化 对于局部地区的冲突 都是相当大影响 特别是现在 我们是有没有战事 还未解决 接着又立刻整个巴尔冲突 又变成两个战线 影响着全世界 另外就是美国的 不断的一些 对全世界不友善的政策 一些是逆全球化的政策 例如欧美 以美国为首相当的一家 欧美的国家 就是不断的提倡 所谓小院高长 脱欧断链 这些风气 这些意念 这些政策的方向 对全球经济复苏 和开放发展形成 是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作为世界经济主要 增长引擎的中国 究竟去哪个方面 哪个方向发展 如何发展 所以就受到全世界的重视了 所以这些我们提到的一些文字 正正就是反映了 现在中国的方向 大致上是如何 大致上就是今年两会 在这个议题 涵盖了一些 比如说 现代化产业体系 人工智能 新型能源体系等等 这些都是影响 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趋势 在两会期间 我们亦都对全国的就业 教育、医疗等等 重大的民生问题 表示高度关注 对外方面 两会那里也是坚定不已地表示 我们要维持一个开放型的经济态度 要和世界的共同发展 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所以中国对一部分国家 譬如包括瑞士等等 六个国家 开始试行免签证 前一段时间在海南岛 是说几十个国家 都可以免签证去海南岛 另外 在制造业方面 中国宣布全面取消 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的限制措施 落实好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 如果中国的国民在外资企业打工 要如何关注他们的待遇 如何守一个公平的对待 以上我所说的事情 基本上是民生 或者国内的发展 或者针对外资的国内的发展 基本上都是在全国两会上 釋出了这些讯号 总结就是大致上 我们希望维持一个 所谓的稳健前行的中国 一个迎心聚力的中国 一个奋发向上的中国 一个决心在世界上 与其他国家交融 发展自己的中国 清晰可见 暴力坚定 正正就是今次两会 我们所见到的很清晰的题目 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盧社长分享 比亚迪的成功 比亚迪的冲队 我们听到李同分享的 关于新能源的发展 这些正正就是引证到 今次两会所说的事情 其实一直都是向 多好 多乐观方面是进展的 好了 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另一个题目 很快再说多两个题目 说完中国 就说一说外国 我首先想说一说美国 美国又做了什么呢 看看这张图就知道了 英国媒体报道3月10日 就是昨天 这张图显示 美国军方人员正在 向这艘美军的艦艇 装载在地中海靠近加沙地带水域 建立临时码头所需设备 即是说这艘军舰在装着物资 而物资就会运到加沙 在地中海靠近加沙水域 现在就建立临时码头 在做表演 那做码头做什么呢 发生什么事呢 根据CNN报道 拜登就说 宣布在地中海靠近加沙地带水域 建立一个用于人道主意援助的临时码头 美国中央司令部就说 建立这个码头的设备正在 这个是运上的艦岛 接着已经是起航 正在运输中 纽日时报报道 拜登宣布决定令美国进入其人道主意援助行动历史的新阶段 建立临时码头自称 自己吹嘘是一个人道主意援助新阶段 纽日时报当然跟他吹嘘 文章同事承认 援助加沙民众行动中 核心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并提到通过海路运送物资 亦可能没办法避免混乱 唉 说了这么多话 又是做做宣传 结果 文章出来了 包括英国媒体 包括CNN 包括纽日时报 出来了之后 即管看看网民说什么 有网民看完这个文章之后 就在X那里说 What a shame 一个羞耻 美国究竟能否感觉到羞耻 如何羞耻 网民说 美国其实可以将以色列的暴行消除 其实很简单 如何做 就是not feeding Israel 即是不供应给以色列 不供应什么呢 就是弹药 但是 美国的结果是如何做呢 美国的结果就是继续供应弹药武器给以色列 造成现在这个环境 是什么环境 是人道灾难的环境 所以现在美军在做展示 又说要整个临时码头 要加强袈裟的援助 基本上被网民骂爆 两个字就已经反映了虚伪 事实上 首先我们看看所谓的临时码头 根据美国的军方所说 美国一手的后勤支援舰 已经从弗吉尼亚州 这个是南利尤斯蒂斯联合基地出发 前往地中海中部 我相信就是这一手 南上再有建立临时码头的第一批设备 就是第一批设备 不是全部 根据美国军方说 预计如果这个码头要建成的话 以及这个码头将会全面投入使用的话 至少需要一个月 甚至乎两个月 以及需要多达一千名美国美方人员 去建造一个码头 临时码头 一听完这个报道就真的很好笑 人道主义问题 现在是水深火热 每天都有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的妇 就是妇女和儿童死亡 你现在去整个临时码头做事 还说要一两个月才搞得起 才能用得 才能死 然后还说 我建立临时码头 我通过海路去运物资 也未必可以 因为海路可能会受影响 因为现在 湖塞武装 是在做一个所谓的红海危机 造成了红海危机 就是说如果有什么 英美的船 運物资去以色列 就会被襲击 所以美国军方说 如果我将来建立临时码头 那水域也未必是用得着 那未必是用得着 你起来做什么呢 起来做骚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有些普通常识的人都知道 你去救援 你不是去建码头 海路用船又慢 你真的要有心救援物资 当然归根究底的根源 当然是你不要再供应武器给以色列 但是你为了军火商的利益 继续供应武器给以色列 以色列继续屠杀巴勒斯坦的苦润 那你现在就做骚 或者整个码头 就算你做骚 可不可以做好些呢 做好些 比如说用飞机 用飞机就快 去飞机投放 丢的是返作物资 但是最近看到新闻 就说那些飞机投放物资 就投放了海 令到巴勒斯坦人收不到 那你根本是想投放给巴勒斯坦人 支援他们 还是想做骚 派那些飞机去投放物资 就算是 大家都想到 那些上店 可能他根本都不想回助 只是做过骚 拍几张照片 其实最真真正正是救到 巴勒斯坦的难民 就是 其实如果是快的 除了用飞机 就是用陆路 陆路 你用卡车 大量运输 那理论上就不受阻了 如果你运用卡车 运用物资 去袈裟地带 那当然 你也要跟以色列军方讨论 是否让你用卡车运用物资呢 所以就是 做骚还是做骚 实际上根本就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那接着呢 他的副总统 赫银丽 还在唱商网 赫银丽 就说 其实 我们 美国政府都在做事了 他就说 还有 你们不要 他说 不要 将 以色列政府和 以色列人民 混为一体 混为一谈 你们要分开 不要将以色列政府和以色列人民 混为一谈 他说 以色列人 是有权获得安全 巴勒斯坦人 亦都一样 作为美国 美国的工作 是他们必须做的 而美国一直在做的 就是支持以色列和人民的安全 说完废话 他又补充了 他说 太多巴勒斯坦平民 无辜被人杀害 以色列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更好 需要允许更多的援助进入 何锦丽就说 我们需要大概六个星期的停火 以便向这些无辜市民 即巴勒斯坦平民 提供急需援助 正如他之前所说 这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 必须得到解决 哎 说了这么多 人道灾难 说了这么久 都说了整个月 又是解决不了 接着你现在就去做一场表演 为了整个临时码头 接着就说给人 整好都未必用到 飞机投放物资 又扔了下海 卡车最佳的运输工具 又运不到 那你又跟以色列谈不够 只得到德国说 人道灾难 要解决 不允许武器就可以了 但你又不肯 停止不允许武器 一直在这里 只有一个说字 现在加沙地带 特别是南部拉法地区 巴勒斯坦人每天都是惶恐地 那日子 水深火热当中 这个也是 極度令人震惊和气愤 那现在呢 就是你现在整个所谓的临时码头 接着有何锦黎在这里说 你不要当以色列人是以色列政府 根本就在伤口上面 再灑点盐 对整个局势是完全没有帮助 好 接着过去说一下美国 再说一些财经的事 财经的事有什么好说呢 当然是说近期的升到爆发声的焦点股 英伟达 英伟达近期是怎么升 英伟达是过去一年的图 一年呢 他就是有多少钱呢 300左右 不用了 不是 一年前最低222元 一年前 升到上周最高974元 也很夸张 四倍 四倍多 如果你去年今天买222元 那上周五呢 就974元 也很夸张 200多万变900多万 如果你真的买了 20多万变90多万 好了 但是呢 上周五发生了什么事呢 看看这个即日的图 这是上周五的走势 上周五呢 早段呢 曾经去过975元 就升了5% 但接着就急转直下 获利回到永然 结果收市呢 就是去 跌到去 875元 那你看一下 即日的高位 975元 星期五 即上周五 高位975元 收市只剩875元 也挺惨烈的 那这个呢 收市就跌了5.6% 是创下2023年5月31日以来的最大跌幅 也是单日市值呢 这个英伟达呢 蒸发了 是 1285亿美元 大概是 如果计算港元 大概9千亿左右 都很夸张啊 一只股票 那它一天就跌了5% 損失了 8千多 8千多 不止 大概1万 1万 1万亿港元 左右 一只股票一天跌5% 損失了1万亿港元的市值 这也是美股的历史上最大的单日市值蒸发记录了 好了 那为什么这样发生什么事呢 那其实整个这样的美国的科技股呢 我前一段时间给大家看过 纳斯达克呢 其实我是比较担心 因为纳斯达克的指数呢 已经去到2021年那个高位 16212 上去那些位 但是上去之后呢 穿过新高 又下回来 穿上穿下 那一路还是穿着的 那如果穿完之后呢 再升就没问题了 但是如果穿完之后呢 升不到呢 再没利好消息呢 喂 那就相顶回落了 相顶回落呢 那就是可能跌幅也不小 潜在跌幅也不小 所以这个是美股的那个势呢 都是挺高的 而且高得来呢 你会看到呢 其实S&P 美股当中 升来升去都是升那些 苹果啊 谷歌啊 Meta啊 Facebook啊 就是 微软啊 Visa Card啊 还有 之前是Tesla Tesla 现在不行了 但是有很多股票都是不行的 譬如 Tesla 过去的 如果是今年 2024年到现在呢 Tesla 是跌了29% 另外就是波音 波音跌了 今年到现在呢 2024年 短短是三个月 跌了23% 华约 华纳 华纳跌了23% 但最差是Tesla 可以看到 其实电动车的竞争 已经烧到了 连Tesla 本身也没办法 再支持股价上升 如果是从高峰来说 都跌了一半 今年就跌了29% 从高峰来说跌了一半 好了 接着我想说什么呢 我想继续说回英伟达 英伟达可以在 和这个比较 和C4比较 这个是木头姐 木头姐 Cathy Wood Cathy Wood是著名的 美国的 方舟基金的基金经理 他当年是 投资Tesla的股票 赚大钱 好了 最近他就作出一个警告 他就说 英伟达 他的驚人的增长 可能会放缓 因为 他将会面对很大的对手竞争 比如AMD AMD已经逐渐的技术 和市占率逐渐增加 和英伟达竞争 第二 英伟达的客户 包括特斯拉 包括云服务的供应商 现在是准备 积极研发自己的人工智能芯片 未必要靠英伟达 所以Cathy Wood 木头姐就说 当年互联网时代 有一只股票叫做C4 今时今日 AI人工智能时代 有一只股票叫英伟达 两个所走的股价路线 有惊人地相似 比如看这幅图 C4 他说 如果是惊人相似 当年2000年 C4的升幅 就是这样 你看到几何级数这样升 正正就是现在 类似英伟达 一个几何级数的升幅 当年C4 就是在互联网时代 是天资嬌子 比如说他的交换机 他的路由器 是引发了互联网革命 所以C4曾经在科网股店的时候 是竞升 竞升到什么呢 竞升到2000年的时候 这边基本上是 反弹了 低位反弹了 是71倍 71倍 但是当 互联网的泡沫 即是科网股的泡沫 爆破 股价全部是跌 那C4也不可以行免 那C4是跌了九成的 在2000年的时候 那 木头姐就说 现在英伟达也是类似 而英伟达就是 英伟达是2015至2015 2015年以来 股价升了117倍 2018年10月 加密的 航东打击了芯片 所以2018年跌了五成多 接着近年又再升了 而且还要创新高 这个浪就像 C4 2000年的升浪 接着 C4跌了九成 接着 2000年到现在 慢慢回升 但无论它怎么回升 C4 都回复不了 当年2000年的高峰 所以如果听到木头姐所说 最重要的是 英伟达升了这么多倍 其实他就说 未来的 虽然人工智能 对芯片需求相当大 但他说 现在的供应已经追上了 他说 现在的发货 那个周期 以前可能你订了货 10个月 一年之后才有 他说现在不是了 如果高端芯片 你订了货 三个月就有了 就是证明市场上 供应已经追上 开始追上的需求 所以发货期就短了 第二 就是正如木头姐 刚才说的 竞争对手 比如AMD 上来 第三点就是 他的客户自己研发 人工智能的芯片 就像Tesla 自己研发 所谓种种迹象 显示 英伟达 今年这么厉害 过去一年 都升了四倍多 如果上周五的走势 都很恐怖 是说的是 先升5% 然后倒跌5% 就是高低位 即日一日之内是10% 这就是2万亿市值 2万亿美元市值的股票 可以一日高低位是10% 是吧 所以是说10%就是2000亿 一日就由高位到低位 没有了2000亿美元的市值 所以是很恐怖 通常就是一些股票 升到泡沫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些东西 因为升到泡沫化之后 很多人是用高杠杠去买 因为买了都会升的 越赌越大 或者是借钱去买 或者是买一些期权 买一些看好期权 买衍生工具 倒到最大 到一亿转的时候 大家就差一双钱 所以一日之内跌10% 一只2万2千亿市值的股票 一日之内跌10% 其实真的很恐怖 所以大家都警惕了 所以美股 你看到是集中升一堆股票 是小部分股票 推高了纳指 推高了道指 或者S&P500 到这个阶段 如果我们开始猜 美国会减息 理论上 资金可能会由美元区流走 是吧 另外就是 这个升浪 会不会是为了 年底 美国总统选举做势呢 现在越来越近了 你不会说 市场升到11月 因为可能过了 两三个月 你大概知道 那个眉目 两党候选人 就会出来了 还有民意调查 显示 大概知道是谁赢 你制造股票的繁榮 未必是延续到下半年了 所以在这些位置来说 美股 或者是带领美股升的英伟达 如果木头姐发出这些警告 大家都要拭目以待 我们也强调纳指 究竟 现在16000这些位置 戳完之后 爆上去 还是下跌呢 如果下跌就是商订 商顶的话 就可能要调整了 不过这样说 上两个星期 我们开始看到 中资股和恒生指数 就不是怎么跟美股了 美股跌 广股也未必跌 证明了 二月份开始 有一些券商就说了 其实二月份开始 外资已经开始买回 部分中资股了 因为已经跌得太多了 这个趋势是可不可以延长呢 真是不知道 暂时来说 我们看到就是 似乎真的 港股和中资股 未必要跟美国 就算美国会 港股和A股 和港股恒指 都未必会再怎么跌 因为实在已经跌得太便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鹿语人金融Hi-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鹿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